农委会初步拟定农业保险法草案 将要成立50亿元的农业保险基金 草案预计在下个月就会送进行政院 要立聘下个会期送立法院完成立法 农金局表示目前正在着手规划的 这个成立50亿元的农业保险基金 初期会先拨5亿元 之后会逐年会随着承保量来增加 因为国家预估未来光靠保险 是不足以理赔的 因此才会由政府挹注经费 来达到农业产值的50% 作为农业保险推动第一阶段的目标 也因为这个水稻种植的面积 和农民人数是最多的 除了列为优先规划保单的作物之外 未来也不排除会强制纳保 但明年的事半 还是会采取自由投保的方式来进行